發現爸爸有 這時候 他會如實告訴媽媽的 底下你們是劇中人 女生 你們是演小男孩 你們是小男孩 你們是小女孩 這個心態就是爸爸偷情了 你會如實告訴媽媽的 請按圈 隱瞞的請按插 來 請按鈕 男生比較依稀相挺 挺爸爸的 男生三分之二票都收 我不會告知 女生也一樣 真的 所以小孩的立場幾乎我看 三分之一會告知 三分之二不會告知 大概的票數 我們現在在統計 好妙 對 鄭中英會告知 我會說 因為 也可能是因為我們家 只有我一個小孩 我沒有兄弟姐妹 所以其實我跟我媽 是什麼話都能說的 所以我覺得我既然知道了 我一定要跟我媽 站在同一陣線 我一定要讓我媽知道 這件事情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我媽媽 她已經知道了 然後也知道說 我比她還早知道 然後我沒有告訴她的話 對 所以我覺得 我會探渣共 好 像中英姐會告知的 現在目前統計出來是11票 那還是隱瞞的 就是39票這樣子 11票是男女加在一起的 女生選擇會告知的有7票 10票 男生選擇會告知的有4票 所以會告知加起來是11票 那不會告知的有39票 但女生占19票 男生占20票 所以一樣 男女都差不多不告知的 我剛剛講沒錯 1 3分之1 對 對 不告知 蘿莉塔 這個前提是因為媽媽還很愛爸爸 所以呢 在我的想法就是 我不會去跟媽媽講 但我可能會去跟爸爸說 或是我會直接 我都已經看到訊息了 然後有那個小三的聯絡方式 我甚至可能直接聯絡小三 直接出手了 直接出手聯絡小三說 我是他女兒這樣子 對啊 或是像我剛剛 因為我剛剛手機已經已 我會把可能 還會可能把爸爸的手機都移讀 那他回來以後呢 看到那個訊息想說 是誰讀了我的訊息 嚇死他嗎 對 就像很害怕這樣 可能就會自己知男兒腿 蘿莉塔心機滿重的 這也是提供大家一個方法 是 是啊 因為就是有他這種 節目才豐富嘛 人家說 原來還可以用這個方法 對耶 對 那他一定會早點談 一定是女兒 剛剛上手機放家裡 就是女兒弄的 那還有誰 那私底下就在說 你多少錢 好談 那也是賺一筆子而已 那你不會把它消掉嗎 可以消掉嗎 你說消掉一天嗎 就是他來的簡訊嗎 消不掉 應該消不掉啦 你讀的話是消不掉的 對 來,水溪 如果是我的話 我覺得我有義務要告知我媽媽 雖然剛剛情境劇裡面 就是爸媽是很恩愛的 但是像我們家自己的狀況是 就是我爸媽其實已經沒有感情了 然後 所以當時我們家的情況是 就是我妹有一次看到 因為我爸有一個很好的女性朋友 然後他也常常去我奶奶家做客 然後有一次我妹就偷看到 那個阿姨傳訊息給我爸 然後就寫說 妹妹的老公 怎樣怎樣 然後當下我跟我妹回家 我就立刻告訴我媽 然後可是因為我爸媽 已經沒有感情了 所以我媽媽就超級不以為硬 然後就說 很好啊 我漂亮的東西 好帥喔 很給手耶 爸爸媽媽現在還... 沒有,他們已經離婚了 那是已經處於冰山了嘛 對不對 對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在家裡面跟他妹妹 兩個人在客廳的時候 玩他爸爸的手機 然後就發現了就是簡訊 然後他們兩個就想說 死定了,一定要跟媽媽說 他跟他妹妹就馬上去跟他媽媽說 然後他媽媽就完全不相信 他們就跟他們講了一句話說 全世界的男生都會外遇 只有你爸爸不會 然後他們就想說 哇,那這樣怎麼辦 他媽媽也沒有要相信嘛 所以他們就... 就這個事情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了 然後呢 大概一兩年之後 我呢,跟我很好的朋友就跟我說 他媽媽自己發現了 他爸爸外遇的這一件事情 然後他整個就是 然後就是非常非常的難過 沒有辦法去解決這一件事 然後他爸爸也因為 他媽媽知道了之後 就從此不回家了 然後... 對,然後我那個朋友就問他媽媽說 為什麼當初很久以前 我就已經告訴過你了 就是爸爸可能有外遇這樣 然後他還不相信 他媽媽就說 我不相信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你爸有性功能障礙 所以他覺得他不會 這樣還可以外遇 哇 那是真愛耶 那很有錢耶 阿富衛只對老婆有性功能障礙啊 對 喂 對,有可能喔 我不信服說 是 所以性功能有障礙 所以他這個外遇是真的嗎 是真的 他爸爸是真的外遇啊 只是他媽媽一直不相信 因為他覺得說 不可能啊 你有性功能障礙 你怎麼可能會外遇 而且他們家裡又很好 我不會告知那個媽媽 因為我覺得 你只要跟媽媽一講這個事情 因為那個劇中是很恩愛的夫妻 對 等於 毀滅式的處理法 因為女人的心理 女人是感性的動物 所以你只要一告訴他這樣的壞消息 他上那間所有的線 你就算媽媽原諒爸爸 或不原諒都OK哦 那個感覺遠遠回不去了 也會造成他們性功能障礙 不是 對,你講了有辦法 但是以後怎麼辦 因為跟那個女的 繼續發展下去怎麼辦 沒有,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因為年紀越大 你的思考的邏輯會更周全看看 因為一開始你這條路不能走 那就另外一條路 可能我就直接跟爸爸說 對,我覺得因為 但你會怎麼開口,你會怎麼說 我覺得可能要開門見山 爸爸好像只能直講了 我覺得就要直講 我直講一定是私底下 找一個比較媽媽不知道的場合 跟爸爸講嗎 跟爸爸講 我會跟爸爸說 你看我們大家全家和樂融融 你現在出現這個事情 你要怎麼辦 但如果爸爸忽然跟你 淘心淘肺的時候 我跟你媽媽就是 你會覺得 我說能講太多了 有爸爸會這樣跟女兒講嗎 怕他淘心淘肺啊 那也要找到問題的癥結點啊 對不對 我說因為一個家庭要維持 真的是不容易 它需要一點一滴 每天任何大小事情 是去維繫跟累積出來的 是 我說因為你一個下半身思考 你完全把這些全部摧毀 我覺得這真的不值得 所以你要不要好好處理一下 理智性的溝通 男人因為愛面子 所以你一定要給他保留一個面子 我說沒關係 爸 人生總有犯錯的時候 但是你趕快回頭 你把那邊自己處理乾淨 你回來了 整個家媽媽不知道 我也會當不知道 會跟以前一模一樣的 否則你會給他期限嗎 我覺得我會 對 因為你不能無期限 我說你自己說爸多久 如果你說 一個月 三年 三年 太久了 三年 你想幹嘛 孩子都退伍啦 太久了吧 你會給他一個月、兩個月這樣 我不能太久 頂多三個月以內 最多了 是 那你處理完 你如果沒有處理完 那我就要跟媽說了 那你會去追蹤說 他有真的斷掉嗎 你會去追 當然 因為其實你也不用太追蹤 你從平常他的生活作息 可以看得出來嗎 對